大家好,又是我五哥 昨天的影片讲关于神奇的方法 三杯水就可以令你身体健康 用声音音波的方法 来帮助大家健康的身体 有些网友都有些问题 我先解答几位网友的共同问题 首先方法很简单 要三杯水 水就建议用玻璃杯 三杯水装完水之后 水的水质最好是用蒸餾水 Marena 为何说用蒸餾水好呢 蒸餾水本身有负电子 可以把身体内的物质排出体外 所以建议用蒸餾水 另一个用蒸餾水的好处 因为蒸餾水本身什么都没有蒸餾水 说到明 里面没有任何杂质 可以将它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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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玻璃水杯,接著要有蒸餾水 另外,有些網友很聰明,就問到 要三杯水,最好是三個不同地方 要放在三間房間,很多人未必是三間房間 其實他的建議就是儘量把三杯水放在三個比較遠的空間 一個在飯桌,一個在電視機,一個在廚房,一個在睡房 應該可以三杯水都比較遠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不想下一杯水影響前一杯水 這樣做,應該會有更大的效果 他的建議是這樣 如果真的沒有,其實也沒辦法 有時候不用這麼執著 只要遠來一點,十多呎 即幾呎遠就放另一杯 搞定了,有水杯,有蒸餾水 接著就要放在三個 第一個就是3hz,第二個是70hz,第三個就是90hz 你可以看我這條影片 而怎樣產生頻率呢? 有兩個有Apps可以做的 在iPhone先說 在iPhone那裏就有一個Apps叫做 Multitone Generator 這個很簡單的 裝了之後呢 它有Free版和給錢版的 我那個是給錢版 其實Free版和給錢版都沒有所謂 因為給錢版是一次過可以 最多有三條Track 那Free的免費版本 只可以最多兩個 即兩個Frequency 因為這個方法 三杯水是需要三個 所以我給錢 應該都是23hz 那就可以有三條Track 那我就懶得設定 大家其實不一定的 你按少少東西都可以的 可以不用給錢的 其實可以用免費版 那進去的Apps是怎樣的呢? 就是這樣 很簡單的 那你要 這樣的 三個 你看到3 第一個是3hz 第二個是70hz 第三個是90hz 那記得 你設定 怎樣進入3 按進去 這裡打3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記得選擇 Square Wave 它是這樣建議的 然後這樣就可以了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三個 如果你想再加 就在這裡加 那你不要就減 這樣 很簡單 所以設定好三個 而且 我認為這裏是大小聲 因為譬如 我給你聽一下 一個很大聲 70hz 那你這裏可以調整細聲 我當然是儘量最大聲 我認為最有效果 這裏沒有特別說 我認為這裏是 這樣 接下來 這個iPhone 就是用這個Multitone Generator 這樣就完成了 這樣就可以 我又怎樣做呢 iPhone 就把這個 開了第一個音頻 3hz 然後 放入玻璃水杯面 這樣 這樣 調整鬧鐘 調整20分鐘 這樣就完成了 就喝第一杯水 接著 再在另一間房 放另一杯水 就調整70hz 再打了它 調整鬧鐘 20分鐘 全部都20分鐘 接著 調整時間就喝了它 接著第三杯水 就放在第三個區域 播放90hz 按Play 按完Play之後 就20分鐘 20分鐘就喝了它 就是這樣簡單 一天就可以喝三組這些水 即是九杯水 但每一組就要相隔兩個半鐘 接著就去到Android手機 Android手機 我就找到一個很簡單的 叫做 Simple Tone Generator 按進去 進去之後 就很簡單 譬如打3 然後按Enter sorry Enter 等等 3 按Enter 這樣就完成了 接著按Play 它就會Play 你也可以用加減 減 也可以 下一個就70 這樣 你打也可以 當然 打快 3個都是這樣做的 跟剛才iPhone一樣 每個都是20分鐘 記住 每喝完一杯 先由細菲菌開始 一定是 它規定是這樣 3 接著70 接著90 喝完三杯水 就完成了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你們試完之後 不妨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大家的感受 還有記得 分享這條影片 給有需要的朋友 還有記得 按LIKE我 支持我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